隐藏在暗处的是什么 眼睛看不见的又是什么 我们先从这些专家里看看这些问题 对我们来说 这是一个像月球一样的陌生环境 令人毛骨悚然 奇怪而又完全怪异 那么这期我们跟着探索号的步伐 去看看摄像机捕捉到的这些不寻常的生物 它们甚至让科学家们都感到困惑 我敢保证你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 不过在开始之前 还请大家先点个赞并订阅探索号 这样既能回看往期视频 也不会错过下期精彩内容了 那么我们正式切入正题 神秘的老鼠生物 在英国一个家庭在门廊上 看到一个奇怪的生物 这让它们大吃一惊 它看起来有点像老鼠 但又很不一样 这只奇怪的爬行动物 没有清晰的胳膊和腿 它似乎也没有眼睛和嘴巴 它像一个巨大的蛆虫一样移动 这种生物比普通的老鼠要长得多 现在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是什么 是一种新的生物吗 或者只是一种突变的奇怪老鼠呢 许多人想知道它从哪里来的 它可能是什么 浴室爬出的恐怖生物 马来西亚的一个家庭在浴室里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生物 它们吓坏了 它们最初的猜测是一条黑蛇 但仔细检查后 却让它们更加困惑 这就像是另一种世俗的生物 入侵了它们的房子 这家人认为 这只生物可能住在管道里 打算出来透透气 它的突然出现 把浴室变成了一个像恐怖片一样的家庭 激起恐惧和好奇的是 这家人对这个陌生的生物感到不确定 似乎是神秘而奇怪的生物 你对此有何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和我们讨论 最恐怖的生物 2018年越南的一位渔民 本应该是频繁地垂掉经历 却没想到会捕获这条恐怖的生物 这使它感到非常惊讶 当它把片段上传到互联网后 很显然绝对引发了无休止的争论 有人认为这是一条变异的蛮鱼 还有人认为这是一条全新的物种 一种隐藏在水中 直到现在才被发现 不过无论怎么猜测 都没有改观定论 我们先不谈论它是什么生物 至少从外表来看 绝对是恐怖的生物 你认为呢 我们很想知道你的看法 人形皮虫 这是另一个奇怪的发现 在桥下附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生物 它有一张人形的脸 身体特别大 与它的小脸明显不成比例 双方各有四根类似手部的骨节 就像是皮虫和人类的混合体 这个令人惊讶的视频在网上疯传 让每个人都想弄清楚这个神秘的东西是什么 有些人被它吓到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可能是假的 不过具体是真实假 我不敢断言 你认为呢 请在下方分享你明智的观点 诡异的生物 有没有发现过奇怪到让你怀疑什么是真的 如果没有 那就看看这种吧 一种奇怪的生物从深海中突然出现 而不是我们通常所知道海洋生物 它的身体看起来就像一只没有壳的海蜗牛 触感像果冻一样 但这才是真正疯狂的部分 它没有嘴 没有眼睛 甚至根本没有脸 那么这是什么生物呢 这就像是大自然 决定对我们所有人开一个大恶作剧 让我们抓耳挠塞 让我们想知道隐藏在海浪下面的奇怪的东西 全新的嵌合体 最近印尼渔民发现了一种 更令人难以忘怀的新物种 它绝对不是普通的那种 而是我们从未见过的物种 哇 看这个人 漂亮的形状 它的一切 从眼睛到嗅觉和身体 都是独一无二的 他身长超过0.9米 背上有一根脊椎 这个脊椎可能是他对抗掠食者的武器 就像是一种全新的嵌合体 此后海洋生物学家表示 这个物种非常古老 大约有4亿年的历史 属于鲨鱼物种的一种 它奇特的外表和古老的历史 使深海更加有趣 充满了更多未知的惊喜 奇怪的三眼鱼 2021年 这个垂钓者有了一个很大的惊喜 当他把鱼钓上来后 却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 因为这条鱼的头上多了一只眼睛 看起来非常奇怪 他有两个正常的突起 还有一个在前面 它就像是个怪物 因为我们所知道鱼就没有这样的 这个人决定把这条罕见的鱼放回水里 其实在2017年 另一条长着类似眼睛的鱼也被捕获 但那次是在正常的眼睛之间 这些奇怪的鱼 就像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 辛普森一家里的三眼鱼 只是目前还不清楚 三眼鱼是个全新的物种 还是由于基因突变 甚至是人类对水体的污染导致的 深海中的神秘生物 在印度洋深处约1300米的海底 研究人员拍摄到一种奇怪的生物 起初它看起来可以改变自己的形状 从像章鱼一样的东西 然后变成一个全新的生物 它不停地移动 然后突然消失 让专家们感到困惑 后来 他们发现这是一种血腹制水母 这些水母很酷 因为它们可以改变外表 来躲避其他可能想吃它们的动物 所以尽管一开始看起来很神秘 但它只是一只聪明的水母 利用它的变形能力在深海中保持安全 这提醒我们 海洋生物在水下世界的生存是多种多样的 进化到适应各种环境 可想而知 是多么的聪明 古老的鱼 中国东北的一名鱼民 捕获了一种连科学家都感到困惑的东西 经过不断研究 这是一种古老的达氏黄鱼 最大体长可达5.6米 体重可达一吨 而这条已经有一百多岁年龄了 这可能是在黑龙江的乌苏里江 捕获的年龄最大的一条 现在如果你不知道这种鱼的话 那么我告诉你 它是极度濒临灭绝的物种 为了保护这一宾威物种 当地政府以50万的价格 购买了这条巨大的达氏黄鱼 专家们计划以人工培育的方式 用于达氏黄鱼的繁殖和增加其数量 所以对于这样的干预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 毕竟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评估为极为物种 惊人的怪鱼 一个来自俄罗斯的人 在探索令人毛骨悚然的切尔诺贝利地区时 它在河岸边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它看见一条奇怪的鱼 爬上普拉特河的岸边 这条鱼看起来很奇怪 与它的身体相比 它的牙齿又大又扭曲 它小心翼翼地用一根棍子戳鱼 突然那条鱼抽搐了一下 然后消失在黑暗的水中 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 提醒着所有人 切尔诺贝利点核灾难 带来的持久问题 辐射将正常动物变成了噩梦中的外星鱼 可怕的水怪 如果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沼泽 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奇怪的东西 该视频在社交网站上疯传 我们可以看到红色的眼睛 像恶魔一样的巨大獠牙 这吓坏了许多观看的人 有些人认为 这只是一个戴着面具的人的恶作剧 也有人说这是真正的水怪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真的让人感到害怕 这种不确定性让每个人都想知道 在那些浑浊的水域里到底有什么 这让一切看起来比以前更可怕 神奇的生物 在南卡罗莱纳州 一些人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它不是天上的鸟 也不是水里的鱼 这就像是两者的结合 南卡罗莱纳州自然自愿部感到很困惑 因为这个像鸟一样的东西在水下游泳 它的鳍看起来像会动的翅膀 有点像鸟的翅膀 过了一回它 潜入水下消失了 专家们并不知道这是什么 虽然猜测纵说纷纭 但是谜团依然存在 看来大自然可以用一些 不符合我们通常想法的东西 以此给我们带来惊喜 巴西森林里的巨型尸体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有一条巨大的水莽 就躺在那里 似乎快要散架了 它的皮肤有些地方看起来是空的 因为它已经腐烂了 蟒蛇是如此之大 提醒我们大自然有时是强大的 有时是残酷的 虽然它几乎已经全部腐烂了 但我们也不难想象 它活着的时候是多么的巨大 就跟成精了一样 它奇怪的镜头在森林中间 给整个场景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使它有点令人毛骨悚然 让我们看到了大自然阴森的一面 不祥的生物 2014年 四名青少年在小溪边玩耍 他们声称不小心踩到了一个身份不明的生物 后来情况却有点混乱 有人向周围的生物扔石头 认为它是不祥的征兆 但附近的居民 对这个生物更多的想法是感到困惑 从而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猜测 一些人认为它像外星人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 它只是一种奇怪的丛林生物 尽管当地的官员做出了许多努力 但时至今日 这个谜团仍未解开 在台湾东北海岸的一位渔民 这条鱼重达460多公斤 是台湾有史以来捕获的最大的鱼 由于它奇怪的身体 人们认为它是某种古老的海洋生物 但在与渔业研究所核实后 他们发现这是一种罕见的地精沙 就像一种被认为已经灭绝的火化石 渔民们打算把它卖给一家餐馆 但台湾海洋艺术博物馆买下它 准备用于研究目的 这一发现意义重大 因为人们认为地精沙 已经消失很长时间了 深海巨型海带 这一次专家们在深海中 捕捉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一个奇怪的巨大海带 漂浮在一个远程水下设备附近 即使是专家也弄不清楚这是什么 有些人认为它可能是水母 但它有以前从未在水母身上 见过的部位 还有人以为 这是一个被丢弃的某种海洋生物的 白色胎盘 但奇怪的特征与这个想法不符 也有人说这可能是一个渔网 但它似乎还能够自己移动的 所以即使猜测了这么多 也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它是什么 这给令人困惑的水下情况 增添了另一层神秘 当然 如果你有任何想法 请在下面的评论中告诉我们 可怕的链鱼 链鱼通常都很大 但这条打破了已知记录 我们来看看这条链鱼 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链鱼之一 它们可以超过三米长 国家地理杂志的专家 泽布霍根说 这些链鱼不像它的尖头 猫一样的眼睛和锋利的牙齿 而是善于躲在水下的岩石里 所以很难被发现 它们有扁平的身体和长长的棋 即使在水流快的位置 也能帮助它们停在想要的区域 霍根解释说 它们特殊的身体 让它们能在水下的家园里 隐藏和生存 这些链鱼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说明动物是如何与众不同的 它们有一些特殊的特征 帮助它们在自己的地方生活 河里的巨兽 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村庄里 人们在河里发现了一个 巨大而奇怪的生物 它们测量出 它长约23米 宽约4米 一些村民认为 这是一只古老的河怪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 这是一只腐烂的大海鱼 关于各种不同的想法 比如关于河怪的古老故事 和关于大型海洋动物的想法 使它变得有趣 你觉得这个巨大的生物 可能是什么呢 请在下方和我们分享 坛子章鱼 一群人走在一个长长的码头上 它们看到了一些 不可思议的东西 它在水里随意地游着 不幸的是 当游客们发现它时 它们还没来得及靠近 它就迅速游走了 视频的拍摄者 声称这是一种外星生物 但视频被上传到 互联网上后 许多人认为 它是一条毯子章鱼 不过令人困惑的是 它们通常生活在深海中 然而这只被发现 却来到了水体的表面 这是为什么呢 吸血鬼鱼 这段视频展示了一条 长着两颗吸血鬼般的 长崖的鱼 它的脸上似乎有红色的斑点 但这种鱼不是夜间生活的动物 它只是一种黑鳞屯 也被称为黑肚耳共 最常见的是攻击性 但还有一些物种 被认为是半侵略性的 尽管它看起来有点吓人 但它更喜欢生活在珊瑚礁上 而不是水下神秘的幽灵城堡里 格林兄弟 想象一下 有一种生物看起来 像2005年的奇幻电影 格林兄弟中的人物 在这个视频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神秘的生物 从浑浊的水中出来 抬起头 然后又回去 几秒钟后 它就变得很恐怖了 只有它的头 显示它似乎没有脸 没有眼睛 也没有嘴 这是真正的逆怪 还是只是一个狡猾的 已知生物在和我们玩呢 这是个未解的谜团 神秘的鱿鱼 一天 海滩上的人们发现一只小乌贼 在一个安静的地方闲逛 如果鱿鱼有问题 祸老了 它们可能会靠近海岸 并不奇怪 这只鱿鱼的特别之处在于 大多数鱿鱼都能活四到六年 看看它的体型 这只鱿鱼只是个太小的孩子 不会有什么困难的 尽管人们想靠近它 但它们都退后了 可悲的是 这只鱿鱼没能熬过这个夜晚 第二天 人们在它所在的区域做了标记 让它安息 这有点像大自然 向我们展示它的生命循环 即使是在海滩上 像鳄鱼一样的生物 这个故事始于一个渔夫 在约翰市钓鱼的经历 他漫不经心地钓着小鱼时 却遇到了这只 他从未见过的神秘生物 这种生物光滑的皮肤 和奇怪的外表 让人很难辨认 虽然有些人认为 这可能是海怪 也有人声称 它是变异的鳄鱼 但是即使一只鳄鱼 它奇怪的外表 也是它古怪而可怕 白天 人们在新阁岛海滩 看到棱皮龟筑巢 这是非常罕见的 它们是目前世界上 最大的海龟物种 在介绍它之前 要知道它可以变得非常大 就像这只一样 是巨大的 这种神奇生物的景象 一直伴随着人们 向我们展示了大自然 是如何用不可思议的事物 给我们带来惊喜的 即使我们认为 自己知道会发生什么 没有尾巴的短吻鳄 在巴西的南卡罗来纳的 一个公园里 有一只名叫鲍勃的 独特的短吻鳄 它出生时就没有尾巴 这对它们种群来说 并不常见 通常尾巴对它们来说 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游泳的时候 但是公园里的人 想出了解决办法 实际上 这是短吻鳄最常见的 先天缺陷之一 由于它的缺陷 它自己无法捕捉食物 所以鲍勃必须被人工喂养 显然也不能和其他恶语 生活在一起 很显然 它在野外可能活不了的 但在公园里 它不仅活了下来 还成了游客们的最爱 这提醒我们 遇到巨大的挫折时 不要放弃自己 但更重要的是 会有贵人来帮助你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今天的精选节目名单 这是我们在 Reddit论坛上看到的 当然 如果你知道更多 关于此张照片的 更多信息 请在下方和我们一同交流 能在海面附近 亲眼看到一只巨型乌贼 这是非常罕见的 通常我们只在深海照片中 看到他们 或者当他们 被冲到海滩上的时候 而在日本封路时 却捕捉到了一只 罕见的巨型乌贼 这段拍摄于 今年1月6日的视频 展示了乌贼触手 和其的缓慢移动 表明了它的劣实性 尽管很兴奋 但潜水员们 感到既害怕又兴奋 他们承认 这次经历是一种 补救措施 巨型乌贼 主要生活在深海中 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生物 目前 只能通过尸体 和偶尔的目击 这次相遇 揭示了它们的行为 和栖息地 这有助于科学地理解 这些神秘的生物 这很不错 那么这期的内容 就到此结束了 你对这期的哪个发现 感到最震惊呢 或者你还知道 其他的惊人生物吗 请在下发和我们一同分享 同时 请看看现在屏幕上 出现的其他很酷的精彩视频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